观众朋友晚上好 被调查的本地人 年龄介于19岁到62岁 4人是女性 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 但他们没有遭扣留 内安局也对23名外国人展开调查 16人在当局完成调查后 被遣送出境 被遣送的包括一名 有意前往叙利亚或巴勒斯坦 参加武装斗争的马来西亚人 其余15人来自孟加拉 多数在建筑业工作 26岁孟加拉籍建筑工人 阿克曼·法萨则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 他因涉及恐怖活动受调查 调查显示 他同法国恐袭事件没有关联 他被指通过捐款 实用假名设立的社交媒体账号 宣扬武装斗争 表达对恐怖组织的支持 他也在本地购买刀子 声称要带回国攻击新都教徒 谈到外国人利用我国 作为煽动外地暴力的基地 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 这是我国应该关注的问题 但不应将问题夸大 内政部说 至今没有迹象显示 受查的人有意在本地 进行袭击或示威 内政团队在法国奥地利维也纳等地 接连发生袭击事件后 9月起提高戒备 加强保安 预防本地出现模仿犯罪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指出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宗教和谐上 言论自由和责任必须并行 受访的宗教团体表示 拒绝任何仇恨意识形态 并致力于增进各团体之间的信任与了解 大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 出席宗教改造小组活动受访时说 在法国 政府完全不干预宗教事务 任何人都可以出版冒犯某一宗教的材料 但新加坡政府不是这样 尚穆根强调 网络自我激进化是严重现象 任何宗教都有激进分子 在近几年 我们有看到有更加热独化 自我激进化 在网络上 你相处于 多数多人 在网络上 现在 他们也有更多的时间 我觉得 这状况 是很恐怕 虽然如此 少年 游流